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北京郊区线顺利的吉野家山顶 就来一个公报鸡丁10里 这个餐厅我也是第一次来 它没有服务员 然后所有的这个桌子前面都有一个轨道 然后轨道远处有这个机器人列车 这个列车一会儿就把点的菜给送上来 牛奶了 餐饮自带去您品尝 挺有意思 就是饭量不大 大概16块钱也没什么 我比较喜欢这种安静 很少 要亮的 要干净的地方 主要还便宜 你看北京那边 应该全国都是 糖食 也不少我们健康饱饭 没有测体温 随便性随便糖食 全都阳性了 谁管测体温体温呢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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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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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好